Hello 大家好 欢迎回到体育世界 我是昭阳 大家看到我这是穿着蓝色的衣服 戴着蓝色的帽子 而且还又是这顶意大利的帽子 那么大家就知道我这期视频又要来聊一些有关于意大利足球的消息了 那么在今天早晨在欧洲的亚平宁半岛 意大利是有一场非常重头的赛事 那么就是在这场意大利杯的决赛中 那么国际米兰是逆转了紫百合佛罗伦萨 是顺利的捧起了意大利杯 其实这场比赛对于这两支球队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 而对于佛罗伦萨应该说是更重要一些 因为他们这个赛季在一家的排名是第11位 如果按照这个排名来讲的话 那么他们是无法获得下赛季的欧战资格的 那么如果能够拿下这场意大利杯的决赛 那么他们将会自动获得一张下赛季的欧联的入场券 但是还有一种方式 就是他们已经进入到了这个赛季的欧协杯的决赛 那么如果能拿到欧协杯的冠军 他们同样是能够获得下赛季欧联的入场券 俗话说赶早不赶晚 但是拿下这场意大利杯的决赛 对于佛罗伦萨来讲 最起码是看得见摸得着的 所以这场就是一开场 开场第二分钟佛罗伦萨就取得了进球 这个开局对于国米的将士来讲 可能他们根本都没有想过 没有预案 所以能看出来他们是有点懵的 但是回过神来稳住阵教的国米 那么在第二十六分钟 就由老塔罗是跑出了空档 那么是接到了这样一个直塞球 顺势打门得手 是帮助国旗米兰反平了比分 而仅仅过去了十分钟 在第三十六分钟 老塔罗又是接到了队友的传球 是中路凌空打门 这个球简直是非常的漂亮 是帮助国际米兰 是2比1反超了佛罗伦萨 而我们知道稳健的国际米兰 是将这个比分 是一直保持到了中场结束 小银扎吉的球队 是终于捧起了意大利杯的冠军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就要说一下 说到这期节目 我们要聊到的主人公了 老塔罗马丁内斯 到这场球 比如老塔罗没开二度 那么这个赛季 老塔罗已经是为国际米兰打进了27个进球 在我的感觉 他是有点不巴蒂斯托塔和克雷斯波 或者我们把伊瓜英也包括在内 有点不他们的后尘 成为意大利前锋 在一甲赛场上取得成功的又一个代表人物 在这里我们先简单的介绍几句老塔罗他的情况 那么刚才我们说了他是阿根廷前空 他是出道于阿根廷的竞技俱乐部 那么这家俱乐部也是在阿根廷国内 算是比较豪门级别的俱乐部了 2018年的7月 老塔罗是和国际米兰签署了一份5年的长约 那么在2021年 由于老塔罗是在孔帝的会下发挥出色 并且是代表着国际米兰获得了20-21赛季的一甲冠军 那么2021年 国米是提前奉上了另一份肥约 直接是把老塔罗续约到了2026年 所以从球队的诚意上 我们就可以看出老塔罗对于目前的这支国际米兰是非常的重要 在国家队层面 其实老塔罗是跟随着梅西 是一起捧起了2021年的美洲杯冠军 并且在2022年的卡塔尔世界杯上 老塔罗也是这支阿根廷队的首发前锋 而不是我们后来知道的 在世界杯上大方异彩的小蜘蛛阿尔瓦雷斯 那么老塔罗是在阿根廷在世界杯上的首赏比赛 对阵沙特的比赛中是首发登场 在这场比赛 老塔罗是表现出了他的冲击欲望 但是表现却不尽如人意 所以我们在后来的比赛中就看到了 阿尔瓦雷斯取代了老塔罗的首发位置 那么随着时间的流逝 我们现在知道了 老塔罗其实在卡塔尔世界杯期间 他是一直有伤的 那么他的脚踝伤势正好碰上了世界杯的开始 那么他一直是在纠结 是代表阿根廷打世界杯还是要进行脚外手术 那么他最终是选择打着封闭参加世界杯 所以也导致了他在世界杯上的发挥是不尽如人意 但是在世界杯上也不能说老塔罗一点功劳没有 在对阵荷兰队的淘汰赛中 他是罚进了最后一粒点球 那么是帮助着阿根廷顺利的进入到下一轮 而在身体层面老塔罗这名球员看起来就是身高不算很高 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巴迪斯特曼1米85 克雷斯波1米80 伊瓜音也有1米85 但是老塔罗呢1米74 这个身高比赵阳高2厘米 但是在我看这名球员踢球的时候 我就感觉他往前跑的那个冲劲 就像一辆小坦克一样是横冲直撞 虎虎身风 而且他的这个重心是很低 底盘很扎实 那么身板也很厚 可以看出这名球员的身体素质是相当的出色的 那么正是由于他这样出色的身体素质 给他提供了非常好的条件 那么作为一名前锋 他有很多的时候是背身拿球的 这个强悍的合金力量就给他提供了很好的帮助 再加上他南美球员的这样的一个柔和的脚感 使他总能够很轻松的就把皮球卸在他自己的脚下 并且是掌控住 但是他这个球员的特点他又不粘球 他出球的效率也是很快的 所以他在提高整个国米的攻击反击效率上 是一个加分项 第二就是给我的感觉 老塔罗是一个动脑子踢球的球员 那么他在国米的这几年 我们感觉到他是在一年一年的掌球的 现在他是已经穿上了国米的10号球衣 并且是戴上了国米的队长修标 那么这些都是目前他在国米这支队伍中的身份的象征 现在在小银扎吉的回下 那么国米是打出了双前锋的位置 或者说是双中锋的位置 因为老塔罗曾经一度也是占据着中锋的位置 那么但是他是围绕着哲科和卢卡库而存在 而老塔罗在同卢卡库的配合是让我觉得更加精彩 不是说欧冠半决赛的次回合老塔罗打进的制胜一球 就是老塔罗传到了中路给到卢卡库自己去走位 在扯出空档的时候 卢卡库是恰到时机的把这个球是回给了老塔罗 那么老塔罗是一蹴而就 帮助国际米兰战胜S米兰 那么从场上他和卢卡库之间这个手势走线和互相要求的这个感觉来看 那么他跟卢卡库的这个配合应该是这两个人是非常默契 而老塔罗在卢卡库的身旁呢 给人的感觉呢就有点像篮球场上的小后卫躲在了大中锋的身后 在大中锋的挡拆的时候呢 小后卫呢是利用着大中锋的挡拆呢是杀入篮下上蓝得手 总之啊目前呢小英扎吉啊是帮助了老塔罗呢 是重新找到了他在国米镇中啊最适合他的位置 老塔罗在有一个大中锋作为支点的时候呢 那么他是很容易找到自己的空间 他可以成为一名前腰可以成为一名中锋 可以成为一名中锋后面的影风 所以啊接下来啊将会进入到欧冠的决赛了 那么在欧冠的决赛呢他们将会面对曼城 媒体上都在一面倒的是倾向曼城的时候啊 那么这个时候呢国米确实啊 我们说他无论是从字面的实力还是身价还是排场来讲的话 他确实都是跟曼城没得比的 但是呢他却在悄悄的蓄力 而让我也觉得呢老塔罗啊 也许将是国米从曼城的这一场欧冠决赛中呢 不确定因素或者是X因素 因为啊我们从现在的很多媒体上也看到了报道 就是呢随着欧洲五大联赛的结束啊 那么将会进入到一个下窗的隐员的关键期 也有包括老塔罗的新闻 2021年呢 英超的牛卡斯尔呢就曾经和老塔罗呢是传出过消息 那么随着沙特财团的入主呢 这个赛季获得了英超第三的喜鹊牛卡斯尔呢是获得了下赛季的欧冠门票 那么他们是不是还会再向老塔罗抛出橄榄枝呢 另外啊英超的传统豪门曼联啊正在复兴 那么曼联呢是一直缺少这么一个中锋位置的或者是好一点的前锋位置 能够跟拉斯福德啊是形成良好的默契 所以曼联是不是也能够跟老塔罗产生关系呢 都要看在欧冠的决赛赛场啊 这一个小坦克能否撞翻曼城的后防线啊 朝阳觉得这个变数啊是非常大的 那么在欧冠的赛场在伊斯坦布尔之夜 我们一起来敬请期待吧